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的奖项 我看今年的所谓的这种死亡交叉组 大概就是落在短篇小说这一类 就像什么金马奖什么时候 哇 今年的死亡交叉是在男主角的提名 或者女主角的奖项 那今年的短篇小说奖 这五位得奖人 等一下上台之后我就跟他们来聊一聊 都非常厉害的 首先我们唱名第一位 第二位林凯文西底无光 第二位邱一环 过桥后才看得见到底 唐诺带天信片 赖俊卢和列车 电人小鬼爱阿故 作品卖故 哇 你知道吗 台上的这五位 为什么称之为死亡主 林凯文 这是去年的小说首奖 你也是一样 怎么又跑来 就喜欢写作 很好 这是去年的小说首奖 这是唐末 你去年得了星云历史小说奖多少 六十万还是八十万 去年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多少 八十万 但早就花光了 早就花光了 这个来头也很大 拿过八十万的星云文学奖 还有今天最忙的 赖俊卢 第三次上台什么感想 那很害怕 害怕的话 就是 我第一次得到 乔丁文学奖的时候 我就出社会 然后 后来我发 有一次发酵众林外远 然后我皮包弄脱 所以接到电话之后 我就一直很紧张 过马路都很小心 所以 希望天人平安理 好 这位骗人小鬼 我这是去年的散文手奖 大家好 大家好 开始发酵 我看你现在心跳多少 一百一十六 刚刚只有六十 因为我是短片小说觉神 所以我没有心跳 所以就留给你们心跳 那今天唯一的这一位 邱云环 你知道你在跟什么人竞争吗 什么心情 那我感觉就是被重心元机包夹 然后就开始这样 对 表示你也非常厉害 今天这些都是得奖大王 好 那我们就要看看 今年的提高奖金之后的 第一届六十万 会奖落谁家呢 首先 宣布 加做两位 第一位是 邱云环 来 来 恭喜邱云环 过一场后才看一件道理 第二位叫做唐墨 恭喜唐墨 带一边行片 好 接下来 三奖 有两位 OK 艾俊茹 恭喜艾俊茹 恭喜艾俊茹 隔夜生 莫得三奖 三奖第二位 林凯倫 西里无光 恭喜凯倫 二奖一位 骗人小鬼艾阿布 骗人小鬼艾阿布 所从那的 扭买 今天来 我是被推排来当熬鸭的 所以我要把其他四位 匹師在唱您一次 有邱轨吟老師 郭强生老師 吳宣侯老師 還有誰 那 今年的林工章民小屋 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是 十七屆 基金會很慷慨的 把這個獎額提高到六十萬 我是到了評審當天 我才發覺這件事情 那 雖然就像 蘇貞子希們講的 我們不要用獎金來 評斷任何的 藝術創作或者 文學創作 可是 我覺得 當評審的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為這個 文學來 做好把關 這件事情 那 六十萬等於是 台灣的 所有的短篇小說 文學獎裡頭最高的獎額 我們的評審 決定 不能夠 辜負 利用山基金會的善意 跟他們的努力 還有剛剛益君講的 要給大家在文學上一個安心 這種種種 所以我們也就 從嚴的審核跟 罷關 當然 我們評審 絕對無意抹殺 這一屆所有 寫作者的努力跟認真 所以 我們 經過了一番熱烈的討論 決定給這個獎 很遺憾的給他重確 可是 就像我們台灣話 有那句話 大隻雞萬鐵 萬鐵 那個大隻的基礎 是會提的比較晚 那 豐碩的果實 可能可能 晚熟才是它 最美最豐碩的時候 所以 很期待大家 繼續加油 明年你們就做那一隻 大隻龜吧 謝謝大家 那以往呢 頒獎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桌面都全空了 其實那樣子還蠻醜的 我覺得 留下了這座 講座 讓我想到了希臘神話裡頭 的金羊毛一般 閃閃八光 等著各位繼續的 來尋找你們文學中的金羊毛 所以 非常有隱喻性的 我們今年的台上 還留下了這一尊 耀眼的講座 等著你們明年來拿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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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殘留下 我們下請 謝謝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